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一人模式特首選舉會適合香港 大家可能下意識會覺得 一人選舉,特首選舉,李家超 是否今集又是說李家超呢? 絕對不是 今集或許會偶爾提到李家超的名字 但關於李家超的背景、成長歷程 是否一個合適人選 是跟今集完全無關的 因為今天想從一個建制派分裂的角度 去告訴大家 為何在今屆特首選舉一人參選 可能會比其他人一起參選 當然, 例如那些賴紅梅那些 你拿回你的保健去砍柴 關於那些很明顯為了玩東西 或者是為了拿知名度、拿曝光率那些 不再此裂 亦不會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討論 當然,井仔這裏不是評擊閃師傅 但依照井仔的看法來說 相信就算各位閃師傅的粉絲不適合 但事實應該是反映了 今次閃師傅應該就不能進入閘 再加上井仔自己這幾天也有去看閃師傅的節目 就知道他剛剛Sandy做完手術 就算他連普通的拍影片錄音也好 都顯示得相當勉強 所以恐怕今次的特首選舉 會令眾多閃師傅的支持者變得失望 總之,今天這集會說一些井仔自己看到的 一些愛國、愛港陣營的分裂行為 當中也會包括KOL的不同的分裂行為 不過,絕對不會開名說的 因為我沒有興趣得罪任何人 但是,有些發生了的事實也會跟大家分析 有時候大家只留意一下KOL之間的分裂 也會開始逐漸了解為何這次特首選舉是一個人的選舉 比起多人選舉來得更要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幾個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在講今屆的特首選戰之前 都要先講講過往的幾屆特首選戰吧 1996年,董建華和另外三個人去爭 合共四個人去爭 當時董建華用一個壓倒性的姿態 得票率高達8成去勝出當時的選舉 之後,去到2002年的時候 在無人競爭的情況下自動連任當選 然後去到董伯伯腳痛之後的補選 曾蔭權也是無競爭的情況下自動當選 董建華當時在1996年的時候 老實說,當時的政治氣氛 很多的脈絡 當時的我只有1歲 所以我是真的不認識的 但是由1996年再要去數 要去到11年之後的行政長官選舉 才開始有火花 才開始有其他提名人去參加 特別是自從2007年之後 民主派都有不停提名他們的候選人去參加 當中,2007年的特首選舉 更加破天荒地進行電視直播辯論 當時的花生味相當濃郁 因為電視直播來說 又考auf鍵又考巨 idee 又要看看是否有試共談 批含卡給其他發作 又或者看看會不會失言說 說錯被發算爆料 又或者準備了晚吵飾在特首選舉上爆料 作為普通市民的我們 當然是吃花生 當時,曾蔭權和梁家傑 兩個人τεsang0召風相對 記錄了情形 虽然对于当时选举的形势没有任何影响 但无可否认是因为有竞争,有磨擦,有冲突,有火花 所以令到当时大家都会去吃花生去看他们的辩论说什么 变相令到大众更加关心政治 更加关心未来去执掌香港的人是什么模样的人 到了2012年,唐英年和梁振英这些相爱相杀相当好看 梁振英当时否认用催泪弹和防暴队伍去对付反对23条立法示威者 唐英年说梁振英,你骗人 然后大家不停互爆黑材料 最后唐英年被自己家的狗出卖了 发现了原来他两株是打通的 结果令到唐英年的名声大跌 最后梁振英就做了特首 当时那一届花生味浓到超大 甚至当时还是中学的我 我也有印象《苹果日报》当时头版的样子是什么 狗仔队踢爆等等 到了2017年,曾俊华批评林郑月娥有三低 低文望,低能量,低应受性 现在回看,曾俊华原来他很有软件 他看东西比我们四年五年 在电视辩论中,林郑月娥当时也表示 如果主流民意认为他不适合做特首,他就会辞职 大家看到了,这些所谓特首选举所说的东西 即是谎话来的,毕竟是政客 即是说有一套,续有一套 未当选之前,就什么都答应你了 当选了之后,现在大家就看看什么模样 相信在很早很早,甚至早到19年之前 大家都觉得他不适合做特首 但他都没有辞职 甚至去到现在,他背着八千条人命 他都没有想着辞职 大家就留意到,近十年的特首选举 每一届都有不同的火花和不同的冲突 但是今年,根据昨天的新闻 大家明白的,打了开口牌 相信能成功入闭的只有李家超一个 到时没有火花,没有摩擦,我们也少了花生食 这个现象,对于井仔拍片的这一类人来说 不是一个好新闻来的 因为要多一个竞争者 你们互相去揭瘡巴,互相去攻击 或者互相去提出一些很正的政策政光 我才会多题材去拍片 大家才会对这些题材有兴趣 再来看我的影片 但是有时做人就不应该把东西看得这么狹窄 不应该在意自己可能会多了题材拍两三条片 那么小事 也要和大家正经去分析 究竟没有火花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因为在现行的条例里 就算只有一个人参选也好 都需要经过投票才能当选 相信今次的选举一定会在一片和谐声中 诞生今次的特首 但是就算一人参选也好 其实都需要去做大型的选举工程造势 究竟这个造势是做给哪一个看的呢? 老实说 其实这个造势不是给选委看的 因为就算李家超做不造势也好 上面有祝福 就算他躺在这里 他穿水衣出来 你都要投他 其实这个造势的活动 他要表达一个积极向上的表现 是给哪一个看呢? 没错 就是给井仔 以及在这里看井仔 你们各位每一个香港市民去看 虽然我们没有人能够左右到的结果 但是要争取香港人民的支持 并非单纯一两张纸一两张选票 即使你689张票也好 都不代表她是拥有一定程度的民意 正如林郑月娥一样 她有的票数比梁振英更高 那代表了什么? 是不是代表了她比梁振英更好? 不是 是不是代表了她的民意比梁振英更高? 现在大家看看很明显都不是 林郑月娥不能做下去 不能连任 就是因为她欠缺民意 如果林郑现在做得好 她受到万民景仰 在19年时候也迅速解决了黑暴的问题 可能当时围绕了两个星期 她就已经搞定了 第五波疫情 原来因为防疫工作做得好 从来都未发生过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群王人不会叫林郑妈妈 就是我们这群正常人 牵着叫林郑妈妈 到时她也不会落得如此的田地 正正是她做得差 她没有民意 所以她现在就要回归了 而且今次的特首选举 当中因为疫情 和众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令到时间收窄了 而且令到有一点 我觉得有很多人忽视了 就是说 今次的特首选举 其实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第一次的特首选举 当然所有事情都一定要做得很好看 因为这些事情是阿爷决定的 如果你搞到一锅足的话 那就是不给阿爷 就是要令到阿爷丢架 有时候人越大 我就越明白 究竟仪式的重要性在哪 例如说结婚 结婚可以很简单去签一张纸 但是为什么 有这么多 有九成九的情侣夫妇 都会选择 就算是用几百万去大牌 研值都好 都会搞一个去喝 叫一众的亲朋戚友 去见证签子 戴戒指 这些 就是场合 例如升国旗 那为什么升国旗 就算大家心里是尊重 那为什么不可以穿睡衣去升国旗呢 明明我的心也是尊重的 人都知道我尊重的 爱国爱港 但是为什么都要穿相应的制服 西装才可以升国旗呢 种种这些东西 就是牵涉到面子 尊重 和其他很难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例如一些认秀性 隆重歧视 尊重种种的因素 而且这次时间这么紧绝 按道理来说 当然是希望李家超 可以集中精力去做一些最重要的事 例如去找他的合适班底 赞写他的政綱 和新旧政府之间的交接 对于一些可以避免的麻烦事 当然就是要免去 因为多了竞争对手 你就要去想 究竟你要怎样去做个辩论 你又要去想一下 你的竞争对手 在哪一方面给你优胜 你又要如何在哪一方面 去改善自己 其实种种这些对抗性的行为 是等于消磨李家超 他的资源和精力 就算他的团队 是多么厉害也好 但是天气很公平 你每个人有的时间 其实都是有限的 所以再加上 在和中央紧密配合的情况之下 有得选 当然就是想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做到一些有用的事上 接着再和大家讨论一下 建制阵营中分裂的事 不要看到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例如我们这些KOL 就算大家都是爱国爱港也好 但其实有某些KOL 就算大家爱国爱港 但其实某些立场 都可以180度倒转 例如有些KOL 前几天 甚至现在都不停在说 支持林郑 觉得林郑很辛苦 林郑妈妈可以继续做下去 这些是什么 我自己也有眼见 有很多观众对于这类型的KOL 会觉得对他们反感 甚至觉得他们价值观有问题 就算不是我的观众 我自己在微信群组里 都看到有不少人 特意踢了一些很出名的KOL 就说 搞错啊你支持林郑 你19年的时候明明好点点点的 现在对你好失望啊 当然了 在之前那几集就和大家分析过 可能背后就有很多利益瓜葛 权力当中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普通人 没有背景的人能够接触到的 所以就会有一个 我们这些不熟政治 没有政党背景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实际所受到的苦难 而去不喜欢现届政府 但是总会有些人 是可以在灾难里更加巩固 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当然了 就像一班公务员那样 如果还是林郑月娥去做特首的 他们在将来第六波 第七波爆发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不分空 所以他们就会去继续支持林郑 当然的 其他政界的人 背后就还有其他更多 不可言语的说话 在后面 但是 大家去将这个概念套用下去 如果林郑月娥和李家超 一起都去竞选特首 到时就将爱国爱港的人 分成两派 互相斗 你攻击我 我又攻击你 然后又骂人家是护林园 又骂人家是万刹鹅粉 那些 然后人家又说你骂政府 你犯了国安法 又说你不知道林郑政府有多辛苦 到时什么人看到这些斗争 就最开心 不是建制阵营 什么互相斗争 然后就选出一个最好的 绝对不是 到时最开心的就是那帮黄人 因为在网络世界来说 他们玩分化是很高的 有时要扮演 Hind prophets 有时要扮演反对林郑的人 然后就用一些很具真意性的この tartre 说话及图片出来 然后就引大家的两班人 互相骂鱲饱 甚至使由互相敌视 例如在某个互林园KOL上 指道留言和带风向 叫其他人 去攻击其他 也在爱国爱港阵营的国家中 去商量事 这个人不喜欢林郑月娥,大家一起去骂爆他 然后让大家两派粉丝互相对冲 以后形成了一个有你就没我的局面 这就是混乱,这就是带风向 而且现在的建制阵营,其实分裂的情况也颇为严重 因为我自己没有政党 所以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都不介意直接说出来 例如当林郑宣布不连任后 其实有某一个大政党都有很多领头人物都说 林郑月娥不是做得很差 甚至说挽留林郑月娥 又说肯定林郑在施政期间所做的行为 昨天也有很大的KOL已经出片 某某某某就是死撑林郑的死忠粉 甚至就是说如果林郑下台 就会有某个建制大党就将会收皮 这就等于将一些政党人士 和我们都是爱国爱港的人 突然之间加了一大把刀 将大家分裂 现在是连林郑月娥她说不玩也好 都已经有这种分裂的情况出现了 如果林郑到时下场玩的话 那大家的分裂究竟会去到多严重呢 不过有看开井仔的都知道 我绝对不是护林园来的 因为我从一个自由身的角度出发 我的确是因为林郑月娥令到我很多自由被限制 令到我的新计受到影响 所以我就很不满 我很不满我就会骂出来 所以如果将来林郑真的会参选 我也会拍片去骂 不过到时骂也会骂得很小心 因为到时会有相关的选举法例去看着 还有当我们假设不是林郑月娥 是叶刘淑儀去跟李家超爭 新闻党公民力量的人一定会去支持叶太 还有新闻党下面最少有两个很出名的KOL 是不停支持叶太的 甚至乎就是叶太前叶太后叶太万岁叶太会飞 到时叶太真的去跟李家超爭 这群KOL的粉丝大多数都会根据他们支持的KOL 因为到时他们说的说法一定会有偏颇 到时又是大家互相攻击 甚至乎就是说 这个KOL某某某政党的 所以他一定是支持叶太的 大家就可以攻击他 大家互相在斗互相分化 甚至乎有些很难听的说话就是说 到时叶太做了特首的 你跟他搵吃这么多年 八年之后特首也有得你做 即是大家想象到 其实众多黑马的背后 都有他们各自的支持者 就算我用一个比较和谐的对决 去和大家想想想 即是李家超和梁振英 又或者是李家超和邓炳强 相信在我们正常人阵营中 都会分了两派人不停攻击 就是说 哎呀我觉得梁振英好一点 我觉得李家超未够火候 诸如此类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 各位人民之间的内斗呢 还有大家的内斗除了是虚耗之外 是没有什么产生了出来 是不会为这个社会带来任何的进步和和谐 所以最直接的 只是给一个人入阶 没有给你选 大家就全心全意去支持某一个参选的人 当然支持也有分程度 但最起码的就是说 你就算不去极度支持也好 起码都不会有太多人 就是除了黄人 是会拘捕大队反抗 特别就是现在香港已经是一个颓换拜雅 其实每个人 无论是人也好 还是整个经济市场环境也好 都没了士气 然后现在还要被人用仇恨这类负能量 去带着互相做一个攻击和斗争的话 所以大家就看到 我真的觉得阿爷这次澳门模式 是相当之合适的 而且澳门也是一人模式 澳门也是欣欣向永 不过澳门的问题就比较复杂 当中有牵涉赌博业 也是因为疫情关系 有很多赌博牌照 卫星赌场都开始执档 不过这些就另当后话 但对于整个民生的管治来说 其实澳门是真的做得好 起码澳门每年都有钱派 我们仍然在派消费券 而且现阶段来说 我相信民意并不是北京首要考虑的要点 不是说民意不重要 但是会有其他项目的次序 一定会先于民意 如果民意真的排第一 林郑月娥一早被人解除了 但是林郑月娥一九年的时候没有下台 现在还没下台 大家就看到 首先最重要的是 要防止建制阵营的撕裂 特别就是 因为现在没有了黄人 以前有黄人的话 我们就可以窗口一致对外 但是老实说 现在黄人都称得七七八八 很多时候 KOL用黄人 什么 净利克拉的东西去做标题 都是等于吃水尾 实际上 一群可以团结到我们力量的外敌 一早就已经消失了 无影无中 所以就算未有特首选举 未有所谓的护林员之前 在蓝色阵营的KOL界别来说 都出现过很多分裂行为 有些人脱离了某个大台 有一个人咬了其他全部的KOL 那些什么都有 所以防止分裂这件事 的确要去做 还有 正如说 有一个因素 是 为什么李家超昨天的记者会 不切问答环节 其实都是同意跟大家说 为什么不应该有竞争者 比李家超 都是同一样 因为有时候 人们可能为了赢 或者说 为了要拿媒体的亮点 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他来说 他都知道 他一定做不赢特首的了 但是他怎么用一个陪跑的身份 可以为他获取更多知名度呢 他就去做一些挑拨离间 做一些很爆炸性的角色 例如说 居然仍然在特首选举的环节上 就不是问李家超 你如何处理轻建公屋缓慢的问题 相反就不停去执问他 721 831 催泪弹问题 还有水炮车问题 到时特首选举 就会变成一场 比起当时梁振英、唐英年 更加细续不堪的一个闹剧 当然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事情 就是黄人去做抹黑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有道理 我们就应该摆上台面去说 正如说 大家吃饭在一个很尊重的场合里 大家都不会无端端说些 屎屎尿尿尿的话题 一样 你是等于将整个格调变低 即将它拉低了 搞费了 所以今届没有对手 绝对比有对手 今集 井仔故意吞了很多人的名字 举了很多例子 但全部都没有直接说名字 不过我相信 如果各位有专心听 或者有听开其他KOL的观众 都会知道井仔在说什么 所以井仔所说的 真是透过现在 或者过去所发生的事 真是知道 坚制阵营有时候 并非我们想像之中 那么团结 阿爷真是很有先见之明 防止我们分裂分裂再分裂下去 所以希望李家超将来 可以接本所有东西 亦都可以令到香港社会变得更加和平 建制可以更加团结 可以一起带领香港重新发展 那么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